本期话题 老公早泻能怀孕吗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早泻 我们说它主要表现 铜房射精过快 但是早泻的生理过程是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有正常的性欲 有正常的勃起 我们插入阴道以后 我们能完成射精 那么它生理过程正常 所以说它不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 所以说绝大多数早泻的病人 那么的话 它都是具备正常的生育能力的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有些早泻的病人特别严重 经常在插入阴道前 它就发生了射精 你在新生活的时候 如果说你阴镜进入不了阴道 那你精液射出也进入不了阴道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是没有是没有办法怀孕的 那第二来说呢 我们说对一些高龄的病人 实际上来说 当你发生这个生育 就是不育的情况的时候 你如果说有一个和谐美满的性生活 就双方都能达到满意性生活 都在高潮的时候 可能更容易怀孕 如果说你的性生活达不到高潮 每一次射精过快 还没怎么开始就结束了 经常草草了事 这些来说它也会影响到你的生育 但是这种情况 仅仅是影响生育众多原因之一 但它不是一个唯一或者决定性的一个原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